哈喽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薛 刚才来了一辆13年的大众宝来 这辆车是一个1.4T加双离合的组合 现在跑了11万多公里 这个车主要有两个问题 客户反应比较大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刮工作不了 有时候工作,有时候不工作 很烦人啊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挂挡 倒车的时候 车子里面坐着有抖动 你走得越慢,它抖得越厉害 这个问题呢,也给车主找到原因了 是因为这个双离合有问题 我建议客户啊,是什么时候走不动了再修 因为现在也可以换啊 就是把这个离合器换掉 但是客户接受不了好几千块钱 所以说这个也就是买双离合的一个弊端啊 不能说是缺陷啊 我只能说是一个弊端 双离合它开着是很爽 这个我也承认,我自己也喜欢双离合这种动力 换挡速度 但是啊,你买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后果 假如说它坏掉了 你能不能承担这个维修费用 你能够承担你再买 因为好多人他都不知道这个双离合以后 修起来会有多贵 会有花多少钱 他根本就不知道 结果要修的时候就傻眼了 修不起 因为修一个双离合 有的人可能要花掉一个月的工资 这个是真正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这个双离合这个问题就不修了 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再修 主要解决第一个问题 这个雨刮器不工作 那么马上就给它检查一下 看是哪里的问题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故障现象 现在雨刮是没有开的状态 现在开到最大 这个雨刮器依然不刮 无论你怎么按 它都不刮 看到没有 喷水有反应 只喷水不刮 马上把解码器插上看一下 进一气大众 很多人说小徐每次修车都要用解码器 是不是离了解码器就干不了活了 确实是这么回事 解码器虽然说不能帮你明确的找到问题 但是可以帮你节约很大一部分时间 这个我们要找到这个电器中央电子设备 因为雨刮器属于这个车身电子这一块的 大众车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呢 它很多电脑板集成控制 反正比较方便 你查问题也比较简单 它不像有的车 那个线路密密麻麻的很复杂 读取一下故障吧 看到没有 挡风玻璃雨刮器停止开关 现在我们要检查一下雨刮电机 电机在这里面装着 必须要把这个雨刮臂给取下来 才能看到电机啊 用专用工具来拆卸这个雨刮臂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拆掉这个雨刮器挡板 保来的空调滤清器在右前方的这个雨刮槽里面啊 想要自己更换空调滤清器的 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更换啊 拆掉这四颗螺丝就可以拿出来了 雨刮器电机就在这里装着呢 拆掉三颗固定螺丝 这个就是雨刮电机啊 根据故障码的提示 雨刮器开关就在这里面装着呢 把它分解开看一下 其实有很多修理工都不明白这个雨刮电机啊 非常的简单 一共有四根线 一个电源一个搭铁 还有两根位置停止开关线 你一旦明白了原理 你修这些东西就非常的简单 这种都比较简单了 像奔驰宝马那些更高级的是采用的另线控制 现在给它打开了 看到没有里面都进水了 看来它原厂的密封也不是特别的好 尽管有一个密封垫 但是还是进水了 这玩意儿看着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这两个触点就是它的信号开关线 这里就是它电机的电源和搭铁线 接触的是这个地方 可能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开关线是什么道理啊 这个铁板就相当于是雨刮电机的信号尺 这两个触点它就装在这里的 雨刮停止的时候 这两根线就断开了 给它打磨了一下 就是因为进水之后 这个触点接触不良了 所以说雨刮时有时无 现在装上它还行了 但是转的有点慢啊 这个就是雨刮器的工作原理 大家可能都是头一次看到吧 就好像是在推磨一样 现在装上好像没有最快的那个挡位 只有慢挡和中挡 我给它敲一下试试 敲一下现在就转得快了 还是因为这个电机里面进水的缘故 把电机的盖子拆开看了一下啊 这里面也进水了 这个碳刷都还有啊 还没有磨完 刮器一般情况下很少坏 因为它工作时间并不长 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进水 导致的接触不良 其实像它这个问题 直接给它保养一下就好了 还是换了一个新的 因为车主他不放心 他看着进水了 因为这个旧的雨刮器 我不敢给它保证永远不坏 也算是花钱买个安心 装这玩意儿要对位置的 不对的话雨刮必要打架 这个雨刮集水板上面要打玻璃胶啊 因为它这个地方密封不严 时间长了这个雨水会从这里漏下去 漏到雨刮电机上面 电机的寿命就会缩短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啊 好了 现在雨刮器就工作正常了 不知道你们看懂这个雨刮的工作原理没有啊 好 这期视频就更新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